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马斯顿教授与神奇女侠》 影片讲述了马斯顿教授过着多数男人羡慕的生活 不仅同事拥有两位爱好SM的妻子和学生 两位女人更是在教授死后和谐共处,共同抚养孩子的故事 影片开始,马斯顿教授因大量描写新约带的漫画《神奇女侠》 而在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 领导说,马斯顿,你是不是个变态,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 马斯顿却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很正常吗 画面转到了学校,马斯顿教授正在讲课 很明显,底下做的都是他的小迷妹 讲完课后,树心大发的马斯顿,立刻就在实验室里与妻子交配了 这会儿,两人正研究一个报名参加伟大实验的美女小花 他们讨论,小花长得如此貌美,日后必定有一番大作为啊 马杰在告诫小花,不许跟我老公上床的话后 三个人便时聚在一起,入落起来了 这天晚上,马斯顿和马泰告了一个考斯普雷婴儿晚会 让小花做主持人,只要女孩们趴在小花的脚边 让小花打屁股,就算是入会成功了 看起来像是一个邪教组织 这天下午,小花和男友小明和马斯顿夫妇野外交游 两个女人坐在一起唠了会儿科后 似乎不再那么厌恶彼此了 到了晚上,三个人又在实验室里研究凑谎仪 马斯顿对小花的聪慧格外赞赏 马泰甚至测出了马斯顿已经爱上小花了 现场一顿显得十分尴尬 马斯顿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 但是小花却突然冲过去,吻了马泰说 你傻啊,我爱的是你 马泰立刻就抱走了,叫小花滚 轮到马斯顿侧马泰了 原来马泰也对小花动心了 好大的一出戏啊 教授,你的关系网实在是太乱了 第二天下课后,马泰他们请小花留下 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来一场快乐的三人行啊 小花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当然就同意了 但是抛灰小明该撒整呢 小明早就看出马斯顿一家龌龊的想法了 当下就制止了他们大胆的想法 但是小花却感到很痛苦 这天晚上,小花去找了马斯顿 小花同时爱上了马斯顿夫妇两个 并且相来一出,三人销魂交配之旅 小花羞愧不已 但是马泰却好像抓住了希望 他用身体行动留下了想要逃走的小花 这时,马斯顿也加入了进来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三人在这场人类伟大誓言中 各自释放了各自的天性 小明找到了小花 小花决定取消和小明的婚约 三个人从此更加的明目张胆了 之后小花就怀孕了 也名正言顺地搬进了马斯顿的家里 马泰虽然会感到气愤 但也无话可说 小花的孩子出生了 这样的话,小婴儿就有两个妈,一个吧 小孩长大后都可以写本书了 马泰找了份工作,成为了女强人 小花则留在家里,做协内住 三个人倒也是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万圣节就要到了 马斯顿给妻子们买了情趣内衣 并带他们去观赏了一番SM表演 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位马斯顿创作神奇女侠奠定了基础 孩子们遭受到了学校暴力 让马泰凡然醒悟 他赶走了小花 而后来教授也因病去世 马泰又把小花接了回来 两个人共同抚养孩子长大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神奇女侠是最具女权的代表人物 马斯顿教授一家也很好地诠释了何为性解放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